中海牛會有公開網球 很多朋友都喜歡來看 網球界支持這個賽事 應該是第一個地位 網球在香港的發展史可以說是源遠流長 CLC Open是香港網球彈歷史最悠久 最有代表性的網球比賽之一 CLC Open由1948年開始 引辱過無數精英網球運動員 而領過18次冠軍的葉冠雄 就可以說是當中的表表者 正式來說沒有人教他 他怎樣呢 他就對著牆壁打球 球怎樣彈回來 他又怎樣去打 是從中去研究 他的眼中最主要就是 經常都是跟著球 看著球 你自己怎樣去配合 這個是他主要的 我想是天才 甚至最後又可以去Wimbledon 除了葉冠雄之外 香港的網球名宿 還有隨時兄弟 隨偉培和隨潤培 他們曾經並肩領過 全國運動會南商冠軍 隨偉培更加參加過 法國網球公開賽 而隨事後人至今 都一直貢獻本地網球彈 我們是網球世界 我爸爸和叔叔 隨時兄弟 曾經在香港 南單冠軍 和南商冠軍 我們家裡 廳裡都打網球 當然打爛很多東西 所以這個是影響得 我姐姐和我 對網球的熱愛 徐錦祥的姐姐林徐婉元 在1962年的 雅加達亞運 火拍斯里蘭卡選手 拿到女商銀牌 是第一個在亞運 拿到這個成績的 香港網球員 被譽為當年的網球王后 她在CRC Open 也贏過兩屆女單冠軍 其實CRC 我們有很多 都很出名的球員 好像葉冠洪先生 連戲贏了很多 香港冠軍 還有一個 叫做M Pong 他來香港 就不太長時間 但他來的時候 都贏了香港的 男子 丹打 雙打 他年輕的時候 就贏過Jack Kramer Jack Kramer 是當時世界第一 拍他贏這個CRC 這個Double Championship 這個感受是非常 非常 打開眼界 能夠吸引到 這麼多世界知名的網球員參加 CRC Open 的確一直在本地的球壇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且發展也都 越來越成熟 我就由60年代 到今時 我都主持這個賽事 我想那些球員 會友 和我球界 支持這個賽事 尤其是近12到15年之間 每年比賽人數 其實都是增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賽事 一直發展下去 是一個很合理和健康的發展 除了舉辦年度網球盛市 市有市也積極向香港網球總會 提供場地 舉辦港青訓練 各項本地和國際比賽 推到網球普及化 精英化和性事化的發展 這10年 這20年裏面 其實都培訓過很多 世界排名比較高的網球員 不是說成年 這個青少年 我想你也有訪問過一個 究竟是誰 那就要留意我們之後 一系列的報導 第70屆CRCOPEN 今天開始接受報名 要報名或了解詳情 可以瀏覽www.crcopen.com 或者致電2577-7376查詢